阿嬤的摩托車車廂一打開 隨身攜帶的居然是沖天炮 因為這是要用來嚇跑當地野狗 沖天炮的聲音舉能夠治標 卻不能夠治本 位在台南市北門區井湖裡的居民 對於野狗實在忍無可忍 咬人追人以及失大問題 農民種的羊蝦瓜田 塑膠棚架也遭殃 瓜田裡的瓜苗 菜田裡的蔥蒜 全被野狗咬壞 當地居民不過20多戶 野狗數量比人還要多 縱使果農做了危網 還是擋不住他們來襲 持續的來做那個流浪國的一個管制 有那個晶片號碼 也就是說有飼養人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飼養人 請他來做收兵 如果失重的行為 我們會依據動保法來做開化 動保處說要管制 卻讓居民不能信任 大家抱怨動保處如果抓不到 乾脆委外專業抓捕 不要讓果農新鞋毀在野狗身上 連走出家門都要心驚膽戰 接著來關章領事會 台南報導 în唯衲 我們是無被它 洋的人 是ooky